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大家好 我是主播小楼 今天小楼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来自作者林刀刀 别把自己混成代财的老员工 再见了 我的十年 不久前 前同事莉莉忽然在朋友圈 筛出一张事业保险个人缴纳凭证 并配发了这样一段伤感的话 唯一是错额 赶紧留言询问 方才获悉原委 原来 莉莉所处的新媒体公司 因为效应不好 集团做了战略调整 莉莉所处的部门 首当其冲需要裁员 莉莉以及另外两位老员工 被列入了第一批裁员名单 我替莉莉愤愤不平 过去的十年 莉莉为这家公司兢兢业业的工作 除了年假外 就很少休假 和公司运营的网站一路成长 在论坛里也积累了很高的人气 新媒体公司人员变动频繁 十年来 莉莉见证一波又一波的同事 来了又走 封管网站的总监和总经理 都换了几波 莉莉还是那个雷打不动的 十年如一日 负责网站新闻更新的莉莉 莉莉通勤的标配 是一辆十足二十码内 符合这个城市管理标准 带小踏板的电动车 从家到公司要四十分钟 从公司到家要四十五分钟 日日如此 年年如此 风雨无阻 轮到值早班的时候 莉莉六点不到就要起床 并赶在七点前 到达公司打卡上班 乐观开朗的莉莉 是部门的开心果和知心姐姐 是同资力的部门主管 最新来的助手 最难能可贵的是 在很多员工 牢骚抱怨工资低 纷纷跑路的时候 莉莉还是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 从未主动对公司提过 什么加薪要求 算是最敬业和资深的老员工 我们甚至觉得 只要公司不倒闭 莉莉大概能工作到退休 然而一直以来 平静美好的生活 却因裁员而打破 莉莉所在的部门 有十四个人 包括去年新入职的 两名九五后新人编辑 第一批裁员 谁也没想到 会先拿莉莉在内的 三名老员工下手 公司的这个裁员决定 看起来匪夷所思 我替莉莉大骂 私人企业的无情 然而 几天后 我通过其他途径 获悉了各种缘由后 我忽然像挣扎的啤酒一样 泄气了 莉莉所在的新媒体公司 坐落在这个城市 最繁华的古楼区 五四路边上的 一个安静小院里 公司自主拥有富士两层 合计超两千平米的 办公厂的商业产权 所以 创办十几年来 一直安安静静地在那里 这也是公司HR引以为豪 对每个新入职员工 着重强调的一点 莉莉所在部门 运营一个本土新闻网站 人员由编辑和业务员组成 除了一名主管 三名业务员以外 其他都是各频道编辑 编辑们没有业绩考核的压力 自然也就没有利益冲突 办公室关系单纯和谐 大家拿着比上不足 比价有余的工资 享受着医保社保 年假 过节费 生日礼金 工龄工薪 年终奖 以及一年两次的旅游 等完善的福利待遇 很多人说 这是一份非常适合 女孩子的工作 所以七年前 我选择跳槽的时候 有不少人跑来劝我说 这里工资虽然不多 但是胜菜轻松无压力啊 你到别的公司去 工资多了 压力也大呀 女孩子 给自己那么多压力干嘛 所以 不想给自己很大压力的丽丽 一直留在那家公司 如今 部门里除了我当年共事过的 莉莉 丰公子 蔡菜 是三十家的老员工外 其他 基本都是九零后 这些年 各类新媒体 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尤其是微博微信 等新兴媒体社区 严重冲击着传统的BBS论坛 莉莉部门运营的网站 虽然几度变革 却没有起色 最后 若不复出 只剩下被淘汰的命运 年初 公司正式决定 逐步关停网站各类频道 直到一年内 完全关闭网站 就此 十几名员工 面临失业危机 其实每一次危机 都是发展的机会 据悉 部门里优秀的员工 早早被其他部门 抢先预定调走 有的去了 效益最好的 医疗广告部门 做了策划 有的因为 有平面设计技能 去设计部 剩下的 只有等待被裁的命运 莉莉 封公子和蔡蔡 虽然都是部门 最资深的老员工 但是这些年来 他们一直还是从事 最基本的新闻更新工作 甚至内容编辑 都不曾设计 单纯 只是复制拷贝 这种技能 即便是实习生 也能在一周内 轻松掌握 没有别人替代不了的 专业技能 加上 作为老员工的莉莉们 每个月 拿最多的工领工资 裁员时 自然被优先考虑 按说 失业是小 只要竞争力还在 在几个月内 找到相同待遇 甚至更好的工作 并不难 只是 这些年 莉莉在专业技能上 基本没有提升 现在 33岁的职场高龄 突然被裁员 自然蒙圈 身边遭遇裁员的 不止莉莉 然而雷同的剧情 却是不一样的结果 闺蜜的表妹 小小 学的是会计专业 六年前 大学毕业 通过关系 进了一家 小型地产开发公司 担任出纳 那是一家家族企业 能够进取的 都是沾亲带过的 硬关系户 相对而言 小小是部门里 背景最差 最没地位的员工 家族企业 避免不了的人 浮于事的现象 在小小的财务部 更严重 部门一共四个人 然而做事的 基本只有小小一个人 四年后 公司忽然传出 裁员消息 几乎是财务部 骨干员工的小小 压根没想到 部门领导 首先约谈了他 一番明示暗示的谈话后 小小自觉提出了辞职 然而此举 被很多人说很傻 如果撑到被裁员 好歹能拿到一笔补贴 小小却说 相比那笔补贴 我不甘心的是 这些年我做这么好 最后却要被公司 以能力不足以 胜任工作裁员呢 离职一周后 小小无意看到 入围中国六十强的 某大型房地产集团的 招聘信息 便投递了简历 得益于前公司四年的断联 面试中 小小对地产财务 设计的方方面面知识 了如指掌 应答自如 原本该岗位人员 是要下派到集团下属子公司的 结果 因为小小表现太优秀 人事总监特地请示了上级领导 破格把小小留在了集团财务部 从事会计岗位 月薪比前公司 搬了一倍不止 福利待遇 更是不可同日而鱼 如今 在新公司两年了 小小的薪水一路上涨 现在 已经是一个标准的高级白领 年纪轻轻 靠着自己的能力 过上了有车有房的励志生活 职场中最危险的人员 不是没关系 没背景 没人脉的职场新人 而是那种没有危机意识 没有伤心心 只想混日子 熬自立的老员工们 他们待在安全区太久 不想改变 也不敢改变 只想打安全牌 结果 就只能一直做职场中的万金油 结果哪一天忽然被裁员 只剩下错愕和慌乱 而那些时刻在职场中 保持危机意识 持续地学习新的技能 肚里有祸 有核心竞争力的人 又何惧裁员 正如熊鹰从来不惧怕 脚下的树倒掉 因为它会飞 再少一点点零食 再多一点点坚持 再少一点点调剔 我想我也可以 再多一点点美丽 再少一点点痕迹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